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重头戏之一千人揉茶 在中心新春大操场登场 千人一起透过揉茶欢庆国庆日 将茶博会带向另一波高潮 无论是预定报名的700个名额 还是现场报名的300个名额 都在短时间内额慢 场面相当的壮观 而参与的民众除了能将自己揉的茶带回家泡 活动也赠送1200个杯子 当作纪念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重头戏千人揉茶活动 延续去年的超人气 在中心新春大操场登场 一线多位民众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十分热闹 活动由县长林明珍 议员萧志全 郑正言 南投县农会总干事郑明锐 水利农会总干事张启全等人 在台上睡饭如何揉茶 台下体验民众 也大人带小孩跪住在地上 感受楼年小一种红茶的乐趣 民进党表示 南投茶博会获得全国喜爱品茶的朋友热烈响应 新超过15万人次到茶博会品尝好茶 茶艺销售成绩也让茶商十分满意 现建此活动不但带动地方发展 也塑清茶叶与农产品的销售 幸福将研究在维持品质的情况下 是否扩大举行 今天这个千伦揉茶 大概有名额 只有1000个 1000个名额 已经都报完了 都报名都完了 今年来这边揉茶的话 我们这个自己茶 揉一揉带回去 用电锅把烘干 自己来品尝 那么今年来揉茶的话 我们大概有1200个杯子来送给今天千伦揉茶的 另外我们每一个来参加都送了一盒 这个回整的瓜子 让大家回去一边品尝自己做了茶 同时也啃这个瓜子非常好 非常有意义 所以今年有来参加的所有的民众 我们就送一份给他们 担任水里香农会理事长的议员肖志全指出 今年特别由水里农会 选择特别优良的小业种 于活动前一天采收新鲜的茶叶 当天一早送至会场 希望透过活动 让大家感受到小业种 与一般大业种的不同 并得到大家的认同 让群名为水里红的小业种打响名气 今年很特别的 就是由水里香农会 来特别选择 比较优异的 有两个小业种的茶叶 在昨天 麻烦茶笼 就开始采到今天一大早 才把茶叶送到会场 今年特别 把他这个名字取为水里红 希望透过整个柔茶 让民众的体验 能够推展我们小业种的红茶 跟一般大业种红茶的不同 期待说 透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以及整个媒体记者的帮忙 能够让我们水里香的水里红的红茶 能够在这一次的世界茶叶博 当然都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整议员表示 去年茶博会在炎热的气候中 仍吸引超过45万人士 如果活动能够延长到凉爽的晚上九点 将可能吸引到更多人潮 带来更多商机 现场有许多民众 期待小朋友前来体验自茶乐趣 场面热闹温馨 南投市茶叶的故乡 然后因为小朋友 我觉得在地文化都要了解 所以我觉得 让他们认识茶叶的生长 然后自己亲手揉茶 还是到农人的辛苦 然后在地的文化自己了解 因为文化是中国的传承 我觉得传承很重要 不是你喝了一杯好茶 你要知道茶叶的过程 农人的辛苦 我觉得机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县福表示 很多人会喝茶 但不一定会制茶 也不了解制茶过程 千人揉茶活动 采用南投生产的小叶种茶青 让大家认识制茶过程 同时也可以将自己亲自容领的茶叶 带回家制茶品名 相信别有一番滋味